名人讀小说 时间裁缝师 时间裁缝师剧情讲述在二战前夕的西班牙 女主角希拉带着裁缝师和情报员的身份 游走在异国与黑帮之间 历经谍战阴谋冒险与爱情 艺人瑞莎抽空看了小说 然后拿来用这个 就这本书 然后拍戏剧会非常非常精彩 那去买掉那些墙 我们开那家店很敢很敢 这个歌好感谢女主 我就很敢去做那么疯狂的事 男生应该会很喜欢看这种 你来我往的各个国家的利益啊 然后后来牵引着大世界的变动 它其实是一本女人的书 但是它用战争的包装 让男生也会很有兴趣继续阅读 住者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也像是个裁缝师 把很多不同的片段 不同的元素 然后像裁缝师一样的阵营 先把它缝成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好像是这本小说 我常常会看到会突然眼眶泛红 她的第一任为婚姿 她让我想起来我们每个人 好像都会有一个最初 我们都会有第一个爱我们的人 那女生甩了她 但是她还是表达了 你是我这里的最爱 那个角色让我很 蛮难受的 我对拉米多这个角色 印象最深 对于这是希拉宏导的第二个男人 但是她带给希拉的伤痛却是这么的深 其实看来会觉得很心疼希拉的 她也没有人是那个 第二个很坏的男朋友 她也不会开不大的地方 然后也不会完全回去 去做她喜欢做的东西 如果你现在可能比较平满的时候 那之后一定会很生命 其实自己觉得很感动的 就是希拉女主角跟她们 其实是一件亲情 因为离乡背景嘛 想念母亲的那种情绪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地 非常相像 留一点点小共鸣 我很喜欢她妈妈 我觉得她个性很强 然后她很多力 然后一个人在一个有大战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她妈妈跟我妈妈个性 会很强就一样强 其实她只能人眼看着她的女儿去 去决定她个人生 我们是被命运 不断地推着往前的 你以为你一直不断地在做决定你 你有很多的自主权 但实际上是命运决定的一切 其实像我的妈妈也是一样 其实她也会年老 但是好像我们都要到那个时候才会知道 就是每个女性都在走 一直在走一样的阶级 时间裁缝室是作者玛利亚杜安尼亚斯的第一部小说 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单凭读者Kore相传就在西班牙销量超过250万册 一倍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 更空降美国纽约时报拍航报 西班牙也拍成电视影集 而作者去年8月28日 在西班牙推出的第二部小说 《被遗忘的十一》 仅一天就破纪录 冲下近一万本的销量 但台湾目前尚无出版计划 想知道时间裁缝室是怎样 惊心动魄又充满魅力的故事吗 赶快去书店买来看看吧 动新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